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汤水 就是虫草 水鸭 响朗 猪展骨 煲椰棗的汤水 妈妈厨房 竹岸桃花三两枝 春光水暖鸭鲜枝 送苏式写的 水鸭是古代称作库 比普通鸭尺寸小一点 都不够40厘米 比常见到鸭约摩系的3分2左右 品种都有很多 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品种 有6次水鸭 蓝翅水鸭 桂虹鸭 霍顿督水鸭 现在的时刻很多人都是煲水鸭的 为什么? 春光水暖鸭才知道 这个时候记起第一件事就是鸭 我们煲水鸭 煲汤来说是多数用水鸭的 水鸭身比普通鸭小一点 如果你没有胃口 睡好 水肿 或者你的感觉自己很火 你就可以煲这个汤来喝 在外面 食肆专专帮你煲这个汤 收你的费用 都药获成700元 还要人多才肯跟你做 你自己煲材料是可以这么少 如果它和你煲收得700元以上 材料要给你 都起码是多 不然你说不值 所以出酒楼食肆 那些食肆材料 上桌子堆到一只碟很满 小山优 很多料在 家里来说的 当然是简单一点 不用这么繁复 不用好像 这种很可用 都放进去 变成那个汤水 就是稠塌塌 工序繁复 是毛 黑色一支支的毛 要把毛全部拔出来 一五滑 起了皮就可以了 但是皮都有营养在的嘛 我尽量起那些毛 起不了 没办法了 水鸭可以在大型超市 冬肉店 或者是街市那些 鸡鸭档有卖的 这种就是急冻 那些毛要自己处理 煮水的汤水之后 哪个投出烟 口喷火 就要喝多几碗 因为真是很浪费时间来做的 要浸的材料就是 虫草花 洗洗它浸了之后 水是要回的 这块个盐就撕掉它 是不要的 冬水下 猪骨出了水 先打开 在这块里面 没有 和它一起煮 现在 很长的 我把鸡鸡的预理 也会很长的 来 把鸡鸡鸡 拿起来 在这块里面 要洗一洗 因为我屁股酥的 很多人就切了颗和头 我要鸭是有点酥味的 再把它出水 就放3片姜 让水有姜味 拿起来 拿过冷河 拖水才可以拔毛 拔毛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部水鸭拔毛这个工序 是很考功夫的 很用时间 砍到鸭酱 椰子好新粒 朱尖骨 放在裸头 水鸭下去了 这些汤不要太粗 放两片厚少少的姜 浸泡松草花的水 不要浪费 现在我们下松草花 这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食谱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